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一开五孔开关控制灯的接线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是一个普通的一开五孔插座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面 它的背面有五个接线柱 你看这边右边这个是零线安标志 中间这个是地线 这个是地线的标志 右边这个是要路火线标志 这两个接线柱也是一个开关的 我们在接线的时候要先接地线 然后接零线最后接火线 现在我们就来接线 从电箱出来地线接到插座的 中间这个孔地线的标志 然后零线从总开关出来 接到插座零线这个标志 开关接到插座的开关这个位置 这样我们插座的线就接好了 你看插座这个火线已经有了 零线有了 地线有了 现在我们要接个灯 灯从开关另外一个孔出来 接到灯头那里 然后再从插座 零线这个接线柱出来 接一条线 零线到灯头那里 我为了让大家能够看明白 所以没有同时接这两根零线 这根零线出来接到灯头那里 这样线就接好了 我们把灯头 张上灯泡 现在通商店来试一下看 现在我们来开关开关 我们再来插座那里试一下看 插上去 插座这个灯也会亮 我们再来开一下 开这点灯也会亮 关 开 关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 我会和新手朋友一起休息 共同成长 我每天分享 好